Hello大家好,我是Daniel 今天我们来一口气把在马来西亚这边租房这件事情给聊聊透 我大概说,在这里租房,你最主要考虑的就是两点 第一就是你想要租的房子的类型 你是想要租别墅,还是想要租高层的公寓楼 第二就是看房子的装修 有些房东把所有的东西都配好了,可以让你拎包入住 那这样的房子对你来说肯定是最方便的 但价格就会稍微偏高一点 也有房东他怕麻烦,什么也不愿意用 那这样对你来说就会得到一些价格上的实惠 那无论是哪一类的房子 等你选中了你想要租的房子之后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签合同 合同一般一年一签 那如果你想租两年三年以上 那你也可以提前跟房东和中介去聊 然后押金一般就是两个月的租金 另外水电也要交押金是半个月左右 所以总的来说你一共要付2.5个月的押金 选好房子之后建议一定要对房子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一进屋子打开手机调成摄像模式 一进到底什么电器、开关、电灯、水龙头 这些功能是否正常都要记得清清楚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细节也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墙面上的一些很明显的滑痕污渍 然后电风扇空调遥控器一共有多少个功能是否正常 以及入住之后如果哪一个插座有问题 这些所有的检查结果或者问题 都要及时的去反馈给房东或者中介 以免到退出的时候引起纠纷 造成押金上的损失 也不要忘记让房东或者中介 在你入住之前做好空调和窗帘的清洗工作 并提供相关的单据 等到你退出的时候 你同样也要对窗帘和空调进行清洗 并提供单据给他们 这里比较常见的宽带网络供应商 是Unify和Time 类似于Maxus之类的手机运营商 也会有宽带的服务 但是总体来说 这里的宽带速度都不尽如人意 你要提前有一个心理预期 办理宽带也需要签合同 一般也是两年左右 然后外国人需要预付500左右的押金 如果你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不想要这根宽带了 那你的押金是会有损失的 那怎么办呢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更换地址的操作 举个例子而言 如果你在马来西亚这里待了一年 你就想要回去了 你就不要这个宽带了 那你可以去寻求 这个时候是不是会有人正好过来 他需要装宽带 你可以把你的这根宽带 转让在他的这个地址上 那相对来说呢 你就可以问他协商收取一点费用 来挽回一点自己的损失 也不造成合同的这个违约 另外一个呢就是喝水 马来西亚的水质呢 是不支持把水溶涂打开 就直接引用的 它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 那刚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超市去买那些大桶的引用水 那长期以往呢还是很麻烦的 一般的大家都会选择去装一个进水器 这里呢也有两家市场占有率比较高 比较大的连锁品牌 签两年合同 按月付费机器送给你 每年呢包滤芯的更换和清洗工作 总的算下来两年可能要三千五百马比左右 我觉得呢这个价格不是很值得 你在国内随便买一个进水器 海运过来也不要多少钱 进水器这个东西技术也很成熟 基本上坏不了 即使坏了 你买一个全新的两个价格加持来 也不要三千五百马比 那么入住之后呢就是风险游人啊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装扮 去布置自己的房子 比国内好的地方呢 这里房子的硬件条件呢是略高于国内的 总的来说层高都比国内的房子高 三米也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在相同面积的情况下呢 你走进房子里你会觉得比较通透 很舒服 另外呢由于没有公胎面积 所以呢这里的一些公共区域 比如说走廊啊 电梯厅啊 底楼的大堂啊 都很开阔 不会很局促 小区的配套设施上呢更不用提了 游泳池健身房烧草区呢 基本都是标配 更豪华一些的小区 还有自己的电影院啊 室内高尔夫球啊 桌球房啊等等 哦对了千万不要忘记问中介 自己的这套房子 一共标配多少个车位 车位具体在哪里 在这里开车呢 是一个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事情 除非你自己本身是一个 特别排斥开车的人 否则呢还是建议配一辆车 这对你之后在这里的生活呢 是会带来很大的方便 那说了这么多好的 这里的房子也有比国内 稍微逊色的地方 就同样在金装的标准下呢 这里的装修质量一般 装修的细节呢 没有国内的好 而且总体的装修品位呢 我个人就觉得不如国内 但总体上来说呢 是侠不遮余 优点大于缺点 另外呢在这里买东西 还是以线下为主 线上的产品线的丰富程度呢 远不如国内 而且快递的速度也慢 建议呢 一旦签订了购房合同 有了地址之后 可以从国内安排海运 寄点东西过来 尤其是刚来的时候 也没有车子 路和商场也不太认识 有这些初始物资呢 能够让你在这里的 生活的开局阶段呢 更加从容不迫 海运公司呢 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去找 我呢也有一家推荐的 自己用下来还不错 之前呢还单独出了 一期视频推荐 我把注册链接放在评论区 有需要的自己可以去看起来 在这里呢 无论你是自己海运东西过来 还是在线上平台购物 对于公寓楼来说呢 一般都会把购物 送到统一的说法室 建议呢 可以配一辆露营车 或者小推车 这对于你之后 在这里搬运重物来说呢 帮助是非常大的 最后呢 安期支付房租 根据账单 支付水电煤 网络等各项费用即可 大部分的费用呢 都是可以通过信用卡 在网上进行支付的 但是也有极少数的账单 国内的信用卡不接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些账单呢 也可以通过Touch and Go 进行信上的支付 那水电煤的费用方面呢 我觉得这里相对来说 是特别的便宜 比较有意思的是煤气 这里除了你可以选择 开通管道煤气之外呢 液化器的钢瓶也很普及 可能是因为使用方便 价格也比较实惠吧 我记得我的中介特意和我说过 如果你选择开通管道煤气的话 一个月 无论你的煤气是否使用 都需要交五元的基本费 而使用器官的话 就没有这些调料框框的 硬性要求 而且这里的器官送货也很快 我自己使用体验下来并不差 一个14公斤的器官才32块钱 我们可以用两到三个月 最后呢就要提醒一下 如果你未来是准备 居住在Desapark City的话 那这里的房子 无论是售卖还是说出租 它的市场都是比较活高的 假设你的孩子 是8月这个学期就读的话 那我建议你6月或7月 就可以过来 把房子这件事情给敲定 要不然等到8月 你的选择会非常非常少 那到时候你就不要被动 好了 租房的事情已经聊得差不多了 希望我说的内容 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如果你还有更多 想要了解的内容呢 也随时欢迎你私信 或者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有空一定会回复你的 我是Daniel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